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抓用神 很多人对于抓用神是非常的茫然 因为用神是我什么时候会好运的这种情况 可是往往我们从本命抓出来的用神 好不容易期待到用神来 可是偏偏出现了失落的情况 跟自己所想的差距很大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各位你们要知道 你们从本命抓出来的用神 请问他是根据什么运抓的 其实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知道我身弱我要硬比 我身强要克性 请问要硬比是针对你什么运好 要克性是针对你什么运好 其实绝大多数人两手一摊 我不知道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说 其实用神他不固定 也就是说用神其实他是会准的 所以你在那边找金木水火土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走金很好 可是有的时候我怎么走金又很差 因为用神不固定 为什么会用神不固定呢 就是五行生克会变化 这是第一个用神不固定 第二个叫做用神他是有区分 财有财的用神 官有官的用神 印有印的用神 而且这五个运 在分别独立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 有些运他的用神会一致 有些刚好会呈现是相反的 所以你的一个运势里面 才会有财运官运 这一些东西出现 有的时候你财运很好 可是你官运很差 有的时候你是官运很好 可是你财运很不好 所以你就会知道 用神是要区分的 就是因为五运他是分别独立的 然后你抓用神出来要干嘛 各位 其实你要知道 你在传统学抓出来的 他是要用来什么 批命用的 两八姐 你只是抓他来批命用 为什么 你因为你用神抓错了 你当然都知道 批命根本不会准确 可是在五行派 用神是来干嘛 他是来增强你运势用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财运不好 我们要用什么五行 让你的财运不要那么差 还可以往上提升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五行派的用神 他不是事先取的 传统学是事先取 为什么 他是要批命 可是五行派 他是增强用的 因为五行派他是批命前 取用神后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说 用神 他的一个状况 在五行派来讲 他的用神 是最后采取的 所以你问五行派老师 老师我的用神是什么 五行派老师一定会跟你说 请付费 为什么 我要先批完命 我才知道 要怎么帮你取用神 跟你传统八字 先取用神才来批命 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在五行派 是这样子在看用神的 跟传统学派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很多人就会 为什么这明明是我的用神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很好 答案就是 因为用神不固定 而且用神还要区分是什么运的用神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按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